我問我如何最快減肥 我經常說笑 最快要去抽脂 切了東西 其實就是最快 Hello 大家好 我是Claire 我今年22歲 我是一個業餘的健美運動員 也是一位健身教練 我接觸健美是在我開始健身 才開始玩健美比賽 上一年 17年後我參加了一個亞洲賽 業餘的亞洲賽 我在二十多個選手中獲得第五名 我在健身前是一百磅都沒有 但體重上我前前後後 我重了大約15kg左右 差不多三十磅 我現在一百二十多磅 現在你看到我 其實你都不會覺得我好像一個男人 甚至我可能有時候 我穿裙子 穿得斯文一點 我走出去 都沒有人覺得我是一個 玩健美比賽的女生 通常知道我玩健美比賽身邊的朋友 他們會很欣賞我 因為他們都知道 好像我的朋友 我可能要準備比賽 所以我幾個月都不會跟他們出街吃飯 他們都覺得 我為了這件事 可能都犧牲了很多東西 我媽媽一開始都不太知道 我在做什麼 但我每次比賽都邀請她去看 她都覺得很厲害 偶爾在家裡見到我 你的手臂好像粗了 大隻了 有些人始終她不會欣賞 但她反而會批評 我覺得女性最美的身材 就是你要表現到自己有自信 可能有些人始終不太喜歡這些身形 不要緊的 我喜歡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美的定義都不同 我可以分享這個人 不太喜歡 請問他 你會不會想和你 我會不會想和你 我會想和你 我會想和你